大家好,今天是9月5日星期四 封了 今天6點多鐘掛8號封球 會不會明天6點鐘下了8號封球呢? 所以今天呢,人有理沒理 就一定先沽貨的 不知道明天還有沒有市 雖然港交組說了把風都可以有市 不過是需要9月23日才執行 所以明天也不是9月23日 所以如果真的打風就會沒事 就是這樣 基於這樣之後 不是這樣跌的 不過上升板塊是多了 即時雖然跌 似乎有一點點支持力 我們看看 接下來就是 有哪個板塊上升 上升的板塊有保險、軟件、 其他金融這些就是沒有什麼用 半導體、硬物 上升板塊有三個硬物 即使上升 其實底下應該有些賣盤 我們看看 第一,保險 絕一聲 今次升的保險 全部都是大牛龜 你看過價錢都知道 所以應該可以想想 可以好些 軟件服務 今天呢 軟件服務 就是小牛龜 都是1元以下的 不過反應也有一點點 再其次呢 就是其他金融 已經說過了 這些很多是 ETF 其他基金 這些東西 沒有太大意義的 半導體 半導體就是有大有小 這些就是大一點 其他很多都是小的 所以又是中芯國際 等等這些都沒有 可以上榜 真的沒得好說 一般的金屬來說 都是大的 古堡就有些小的 是比較佔多 好了 我們看看之後的時鐘 我們看看 各個板塊的表現 都不用看了 一片綠 看完之後就看一個大士 大士今天就是 會跌穿了 布里加通道的中族 金平的跌穿 可以說是 因為怕明天打破 也是 不適合 比賽